SCP-198 具有变换外形的能力 自19年被收容以来已经变换过多种外形 包括保丽龙杯、玻璃啤酒瓶、铝罐、酒杯、瓶装水 这些形态通常看起来都装有该形态容器应该装有的液体 目前SCP-198看起来就像一个普通的白色陶瓷咖啡杯 表面均匀分布纵向的蓝色条纹 所有摧毁或是取样研究的尝试都失败 SCP-198平常没有异常行为 除非有一个活人拿着SCP-198 在SCP-198被拿住大约2到5秒之后 他将立刻通过某种未知 但对人来说很痛苦的方式连接到持有者手上 这些疼痛带给人烧帚般的感受 但仪器却不能检测出任何热量 只要实验对象能够握住SCP-198 指手和SCP-198之间有手套或其他障碍物 也不能阻止连接 这种连接是在分子水平上的 并在持有者死亡之前十分稳定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方法能打破这种连接 包括切除持有者手指或手部在内 任何在实验对象挽布以下造成的伤口都瞬间恢复 一旦连接形成 原本SCP-198中的任何液体都会消失 容器将会被一些液体或半固体填充 直到这些物质达到容器顶端为止 这些液体或半固体是因人而已的 但每次实验中都是某些体液或人体排泄物 这些物质包括人类拓液 汗液 血液 胆汁 尿液 粪便 粘液 以及两种以上这些物质的混合物 当SCP-198被填满之后 持有者将快速脱水并销售 变得营养不良直到死亡 实验对象获得营养的唯一方式是服用SCP-198的内容物 但是脱水和销售的速度不会改变 迫使实验对象需要通过几乎是持续不断地服用大量内容物来保持生存 在内容物被服用或是倒出容器后 SCP-198将自动装满 实验对象曾通过服用排泄物的方式 坚持了70小时 直到因疲惫而屈服 或是拒绝服用被子的内容物为止 这将导致死亡 当持有者死去后 与SCP-198的连结将被切断 在大约75%的实验当中 SCP-198将在连结切断时立刻消失 并几乎同时在一个临近的平面上再次出现 转换成一个新的形态 SCP-198大约有90%的几率 再次出现在已死的持有者附近 但它有几次被观察到出现在另一间附近的收容间内 观察室内 以及有一次 考虑到这种情况的灾难性后果 当处于SCP-198的收容室或实验室附近时需要万分小心 强烈建议基金会人员不要把饮料或容器 带到SCP-198收容室的100公尺范围内 SCP-738是一套桃花新木家具 分成三个部分 一张桌子 被称为SCP-738-1 一把高被仪 被称为SCP-738-2 一个华丽的王座风格办公仪 被称为SCP-738-3 都配有黄铜装饰品和黄家紫天鹅绒称点 SCP-738具有防御伤害的能力 爆破、燃烧、枪戟、伐木机都没有效果 直接用斧头砍桌子造成了一道3公分身的伤痕 并且造成 急攻击者的死亡 伤痕以每天一微米的速度恢复 当高被仪放在桌前 办公椅放在桌后 其有一个人坐在高被仪上时 会导致异常现象的发生 坐在椅上的人会看到办公椅上坐着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就坐在高被仪上才能看到 每次测试中对这个实体的描述都不相同 对于它的描述常常包括 有吸引力的或魅惑的 由同一个人在短时间内进行多次实验时 每次看见的实体都很相似 或者有可以辨识的相同身份特征 在短时间内由不同人进行的实验 实体会有完全不同的外貌 曾看过穿着红金色商务装的男性 美丽妖妹的女子 巨大的粉红色兔子 巨蛇等 他会开出条件以各种承诺 试图诱惑坐在高被仪上的人 如果这时坐在以上的人提出请求 诱惑和承诺的声音都会停止 一阵沉默后 他会提出他要求的代价 可以跟他讨价还价 但他会坚持要求其他等价的代价 偶尔提出要求后 他会宣称请求者 没有很想要这东西 或明显是为了别人要这东西 以此避开全额的代价 这种情况下要求不会被满足 这通常发生在提出的要求可以影响别人 或者可以转让所有权的时候 他会在人皮纸上写下交易的内容 接受交易会使协商好的愿望按照书面履行 测试对象描述这些代价都会对他们造成 一定的心理或生理上的痛苦 痛苦的程度跟对要求的东西的渴望程度相当 SCP-738是在书记主教 死于 后在他的办公室回收 他从教皇处收到了SCP-738 作为表彰他在梵蒂冈档档案馆的建业服务的礼物 在 之后基金会注意到SCP-738的存在 并在 死后得到了SCP-738 SCP-1162 目前是一个在SCP-31的收容格尖4的梅渣砖墙上的一个洞 直径约为14.5公分 深度根据使用者的不同会有所变化 洞内总是黑暗的 任何光都无法照亮洞内的任何部分 SCP-162 会在一个有感知的生命 将手尽可能地深入洞中时启动 他们会在洞中发现一个小到能穿过洞的物体 这些物体是被使用者认为自己丢掉的东西 或是他们曾早寻过的某个东西 然而一旦接触到物品 使用者所拥有的另一个东西会消失 另外 任何放入SCP-1162的物品 会在没有人接触时马上消失 如果SCP-1162在168小时内没有被使用 它会随机转移到另一面石头 混泥土 砖气墙面 或地板上 移动范围半径目前都没有超过2000公里 之前的洞会留下 不过不再具有异常特性 尝试摧毁SCP-1162 或从后面观察会导致它马上转移 几个SCP-1662的测试记录包括 测试者 特工 K 回收物品 一个标准ME911AE弹夹 空的 损失物品 钱包 但是钱包内的东西没有丢失 笔记 哦 我喜欢那个钱包 至少他把钱给我留下了 测试者 D4010 被注 D4010只穿着一件标准地级制服 没有鞋 袜子 或珠宝 并在测试中没有携带任何其他物品 回收物品 一瓶拌满的野火鸡排 拨本威士忌 损失物品 一件基金会地级人员制服 笔记 意料之中 测试者 D4010 被注 测试者赤身裸体 并没有携带任何东西 回收物品 D4010的1987年驾照 损失物品 测试者在从SCP-1162抽出手后 抱怨有强烈腹痛 随后倒下 发现他的左肾消失 而所有连接到肾的血管都被切断 笔记 进一步测试时 测试者必须穿着衣物 并至少手持一件物品 测试者 军士Hendrix 回收物品 一张1989年去往洛杉矶的火车票 丢失物品 左脚军靴 被注 无可不觉得我能退了这张票 拿回一只新靴子 回收物品 左脚军靴 丢失物品 右脚军靴 被注 奇怪了 回收物品 右脚军靴 丢失物品 左脚军靴 被注 现在他和我 上了 SCP-268-JP 是以系列黑色皮革封面 以及难以计数的内液 构成的书籍群体 SCP-268-JP 会在日本国内有 曾因他人牺牲自己 实施的救助行为 而得以保存性命经历的人 周围突然出现 被救助者称为 SCP-268-JP-J 曾实施救助行为者 被称为 SCP-268-B 出现的SCP-268-JP封面 会印上符合这段经历的标题 SCP-268-JP-J 与出现的SCP-268-JP接触后 SCP-268-JP-J 将会立刻从其锁在位置消失 之后 每24小时 SCP-268-JP内 会瞬间出现一张全新的章节 在这状态下的SCP-268-JP 无法被破坏 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损伤或污染后 将会恢复成全新的样子 出现的新章节内 都是记载了SCP-268-JP-J 遭遇到某种危险情况 而SCP-268-JP-JB 被迫选择是否要舍命 对其进行救助的场景 从文章描述 可以看出此时登场的SCP-268-JP-J 全具有消失时的样貌和记忆 而SCP-268-JP-JB 则是具有死亡时的相貌与记忆 并同时具有健康的身体状态 一旦SCP-268-JP-JB 选择实施救助行动 SCP-268-JP-JB 必定能生存下来 然而SCP-268-JP-JB 则必定死亡 章节最后会以对SCP-268-JP-JB 以及其舍己为人的行为的赞赏 作为结尾 下一章则将以不同的情况 迫使SCP-268-JP-JB 再次做出选择 全书内容以此模式不断进行回圈 同时从文章中的言行可以看出 仅有SCP-268-JP-JB 具有在之前章节内的全部记忆 在文章中虽然也会出现 远景、医生、观众等人物 但是这些人物 只会不断重复特定的言行 文章中常出现SCP-268-JP-JB 与SCP-268-JP-JB 尝试跟这些人物交流 但失败的场景 自SCP-268-JP-JB消失起一段时间后 在SCP-268-JP的周围 会出现SCP-268-JP-JB的尸体 此时 SCP-268-JP中 新出现的章节 会以最终章为标题 记录了SCP-268-JP-JB 因为放弃救助行为 而导致SCP-268-JP-JB 以与尸体表现出的外观相同方式死亡 且SCP-268-JP-JB 在之后 如同雾气一般消失 并宣告完结 同时SCP-268-JP的标题 会转变为 侮入SCP-268-JP-JB的遗注文字 此后 这个SCP-268-JP个体 将失去所有异常性质 部分基金会 持有的SCP-268-JP包括 SCP-268-JP-17 SCP-268-JP-JA 26岁女性 在消失的两年前 为治疗肝癌 而接受了SCP-268-JP-JB的肝脏移植 SCP-268-JP-JB 享年32岁 男性 SCP-268-JP-JA的亲生哥哥 在肝脏移植手术后 因病发症死亡 初始标题 拯救了因病魔而痛苦的妹妹 心地善良哥哥的英雄坛 最终标题 对情有的亲人 见死不救的卑鄙小人的故事 内容 共计96章 SCP-268-JP-J 在最终章 因遭遇大型车辆的撞击 而死于内脏破裂 SCP-268-JP-42 SCP-268-JP-JA 11岁男性 SCP-268-JP-JB的儿子 SCP-268-JP-JB 享年29岁 女性 在生产SCP-268-JP-JA时 因胎盘剥离症状 而被迫在自己与孩子之间 做出选择之时 依然坚持继续生产 导致最终死亡 初始标题 拯救了尚未蒙面的亲生之子 满怀慈爱母亲的英雄坛 最终标题 生于无情见人家里的 在哭喊中被燃烧殆尽的少年的悲剧 内容 共计127章 SCP-268-JP-J 在最终章 因被困在期货的房屋中死亡 SCP-268-JP-106 SCP-268-JP-J 8岁女性 在消失的6年前 因遭遇现在被指定为SCP-JP的项目儿 但在项目无力化之后 脱离了影响 SCP-268-JP-JB 享年20岁 特工佐久坚 20年 在SCP-JP的回收任务中殉职 然而在死亡之前 因他的集中生智 而成功将丧目战时无力化并收容 此外 特工佐久坚 因之前已满足SCP-268-JP-J的条件 而具有SCP-268-JP的相关知识 初始标题 拯救了无辜的年幼少女 忠厚勇敢特工的英雄坛 最终标题 5 内容 现在2000 张 备注 每一章节的开始 皆记载了特工佐久坚 在喊叫一些内容的场景 所有的发言内容正在被声插 SCP-2003是一个时光机 能进行有一定限度的时光旅行 SCP-2003是基金会利用 逆向至多个SCP的技术 耗时25年制造 在启动后 SCP-2003能够在舱内搭载一个活物 并把它送到未来某个时间的同一个位置 会前往多久以后的未来 取决于SCP-2003中填充的能量多寡 使用SCP-2003的对象 会在前往未来后的15到38周后 回到原本的时间 虽然SCP-2003能够使生物进行时光旅行 这种旅行过程会对大部分的动物和植物 造成多种身体损伤 唯一例外的是神经系统 因此要使用SCP-2003的人 需要经过特殊的改造 由于执行SCP-2003任务期间 需要进行某些敏感活动 低检原被认为不适合执行任务 SCP-2003参与者会优先挑选 接近或超过退休年龄的人员 或是罹患由不影响神经系统和脑脊髓功能的绝症的人员 在经过训练后 参与者的脑组织 神经和相关神经系统结构 会被手术摘除 并移植入SS-890-VLFO系统中 其他能使用的器官则被捐赠 每一个SS-890-VLFO系统和它的使用者 可以使用4次SCP-2003 在非任务期间会被麻醉昏迷 参与者能正常交流的时间中位数大约是18个月 最后参与者会变得极为躁动且难以理解 最初使用SCP-2003的目的 是确认SCP-2003时光旅行的性质 并收集未来世界的资料 以帮助基金会控制异常现象 最后基金会得知了与未来事件的观察结果 相关的关键原则 第一,使用SCP-2003收集到的资料是不精确的 例如在1997年 基金会成功地利用收集来的资料 阻止了一次受容突破事件 但本应该在1999年发生的美国西海岸大地震 却没有依照预言发生 不过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被收集 能通过整合分析 对重要事件在未来的发生几率进行评估 第二,特定个体似乎能更显著的影响因果性 基金会有时会将对事件发生 有着关键作用的个人抹杀 以预防事件发生 虽然有时候能够成功 但有很多事件还是发生了 转合分析发现 某些个人的行动或存在本身 与事件有着无法辨识的关联性 这些人可能即使在千里之外的异地 也能影响这些事件 第三,只有极少的未来集合 能够有利于人类的存续 虽然观察到的未来有许多不同之处 基金会还是在其中发现了一系列 松散的连续时间轴 将其作为决定性事件组 储存于基金会的资料库中 大部分的决定性事件组 由一系列对人类不利的未来事件构成 包括GAMMA射线报、核战 各国政府团结解决了全球问题 但在某一天 人类和已知动物全部消失 时间被润导致时空崩溃 异常现象大量发生 大量人类被寄生虫感染后 着迷于巴西流浪蜘蛛 大部分的社会资源也被用于繁殖蜘蛛 导致基础建设和农业崩溃 大量人类死于饥荒等等 在所有的时间轴中 有一个被称为XN 在这个时间轴 人类社会的经济、环境和巨变等 都按照基金会的规划发展 异常活动发生率与目前持平 直到2349年1月 一颗此前未被发现 直近22公里的小行星将撞击地球 杀死大部分人类 并使地球不再适合生存 因为与所有已知的时间轴相比 这是最好的未来 所以基金会决定要尽可能将未来 引向XN时间轴 以上就是五个让人两难的SCP 主要是有人希望我做SCP-198 我蛮喜欢SCP-198中 需要喝下恶心的东西 才能活下去的设定 就想到可以做这个主题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自作帮忙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认为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成了SCP或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 谢谢大家